哈喽大家好,我是明杨 今天呢,我再来一个呢,比较有趣的一个 小魔术 尊贵所见呢,这边有一个链子 这个是链子 然后这个是环 来,检查一下这个链子 检查一下这个环 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看这个环有没有什么缺口啊 你干什么 捏一下,能不能捏 捏一下 链子,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这个环上有没有什么洞啊 没有 那这么大的洞你看不见 这不是个环吗,环总我也要有这样的 我就是说没有小洞 就是没有任何的缺口,严丝合缝的 对不对 这个模式呢,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模式 第一我们把链子这样拿 然后把这个环呢 把链子穿过这个环 看到吗 好,仔细看哦,非常不可思议的链 咻 我一放手,这个环很不可思议的 跟这个链子结合在一起 真的在里面哦 放不掉 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仔细看哦 小伙子,轻轻晃一下 嘿,我去,咻 还可以 神奇吧 但没有任何的问题 链子中环,先来一下 OK 这个链子跟环模式呢,非常简单 从这个角度看非常清楚 链子这样子打,用你的右手环 或者你右手环,随便你 然后呢,这个环呢 打法是这样子的 一样的,两个手指头 狮子跟大拇指 然后,我们知道狮子跟大拇指 这样子是不是一条线 然后你的链子跟环呢,这个样子也是一条线 然后你要做的事情是这样子 好,这两条线呢,要称垂直状 就是加好,看到没有 这个样子是对的 好,你如果这样子打呢,其实有的人也能够成功 但是我 我建议大家这样子打,就是垂直拿 好,这样子 这个大家懂我意思吧 就是两个是加好,两条线是垂直的 对吧,这是第一步 然后呢,大概链子在这个地方 这个位置 然后下面这个幅度不要太大 让我保持平衡 然后松手,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松手的时候呢,你这个食指跟大拇指 你只要松一下,它链子就会掉 对吧,拥有重力的作用 那怎么松呢? 记住 诀窍是这样 你保持一根手指头不动 另一根手指头稍微移一点点 比如说我习惯的动作是 维持我的食指不动,让大拇指松一点点 然后从这个角度看 没有任何的死角,没有任何的器官 非常的自然,非常的干净 然后这个链子就会落下去 好,这是第一步 落下去之后呢,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呢 它其实真的就是打上一个结一样的感觉 那怎么样拿它再出来呢 好,这个样子拿着这个环 然后你要做的,其实你要松一下 松一下 然后呢,把这个环再翻一个跟踪 它就会出来 好,这就是这个出来的做法 好,我们再来一次 这样子放进去,你看到吧 然后松手的时候,大拇指松一下 狮指不动 它就会翻一个跟踪,然后就会打上去 怎样的出来呢 然后呢,把这个环呢 这样子直直收拾走 维持让它竖着的姿势 然后呢,大拇指按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手晃一晃 它这边就活下去,然后翻个跟踪 然后吹口气 这些动作呢,都是一气呵成在你的手 隐藏的高难下 然后观众就看不到 吹口气 黄又脱落下来了 分离下来了 这就是整套的这个 念子跟黄的教程 教学流程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个 念子跟黄的模式 欢迎各位赞的视频上 评论点赞 我们出去吸引观众 将这道具送给大家 这期到这里 下期不见 散 下期不见